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策划大坎5.0 圣遗物自选 少女猛料 大世界最高103级 元神纳塔5.1超强炎斧 万叶加中离结合体西诺宁 测试服最新技能爆料 根据目前消息 西诺宁有提升抗打断 意启动减抗 而且是队伍有什么元素就百分之负40抗 同时可以类似越南一样跑图 命座2 队伍元素力元素加成 火加30%攻击 冰加20%暴击 水加40%生命 炎加60%防御 雷回能 命座4 队友普通攻击 重击可以附带西诺宁一定的防御力倍率 丘后台伤害高 触发专武和纳塔圣遗物后 西诺宁可以提供大量的增伤减抗 或万叶是反着来的 万叶是自己给增伤 胜遗物减抗 西诺宁是自己减抗 胜遗物给增伤 就目前来看 西诺宁拐力 铜金万叶 还有抗打断 简直有点类似于万叶加中离结合体 根据目前消息 西诺宁有提升抗打断 意启动减抗 而且是队伍有什么元素就百分之负40抗 同时可以类似越南一样跑图 命座2 队伍元素力元素加成 火加百分之三 人神 策划大坎5.0 圣遗物自选 少女猛料 大世界最高103集 各位元宝们今天来一起看看有哪些新消息吧 5.0卡池与角色强度回顾 5.0版本的卡池包含了马拉尼万叶雷神和基尼奇 在角色强度方面 马拉尼和鲨鱼妹在V1版本时强度惊人 但在V3版本中遭遇了大幅度的调整 没想到被爆料V3还是要大砍一半 那其实也就是说是打反应的水C 应该和公子差不多的水平了 举经验丰富的经验 V3版本中的数值调整更接近最终时装的数值 而V1和V2版本更多是关注技能机制的测试 圣遗物自选方式公开 5.0版本中圣遗物的自选机制得到了详细的说明 玩家可以通过摧毁已有的圣遗物来获取两种道具 一种用于转化经验 另一种用于购买新的圣遗物 在购买时玩家可以选择指定的主词条 并通过消耗特殊材料来提升副词条的获取概率 这一机制被玩家认为是相当良心的设计 大世界强度提升与原始奖励 大世界的强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世界等级可提升至9级 挑战40体力的Mars将掉落概率提升至3到4 怪物等级最高可达103级 而角色等级开放至100级的可能也越来越大 随着世界等级的提升 那塔开服的原始奖励也达到了新高 一个版本最高可达147抽 创下了历史记录 少女角色猛料实锤 关于少女角色的早期爆料 现在得到了实锤 以下是关于少女角色的确定信息 1.少女确定会在那塔版本中登场定时装 neg称 Nival 火 emphasized 火¿ 还有 realm